王毅这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说 王毅10月稍后就要访问华府 那主要是就是为了习近平跟拜登 10月在旧金山APEC会面来铺路 这事情已经讲了很久很久 但看起来现在双方的关系是有缓解 所以他做了一个结论 如果王毅本月访美的话 就是树上落下来的第一颗果实 王毅当然之前前面的先头部队已经去了 所以王毅如果再去的话 就表示前面谈的应该是比较顺利 所以叫做第一颗果实 所以当这个大背景看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 这个中国大陆曾经讲嘛 来的是客人的话 什么有好菜 来的是豺狼的话 有猎枪对不对 所以介大使觉得呢 大陆外交部表示欢迎 那你就这一团是客人还是豺狼 这个Sumer背景 让我觉得他是去谈交易的 因为这个Sumer他是纽约选出来的 纽约市的 那参议院的多数长领袖的话 事实上地位是很高的 可是呢 这位老兄 他在华府的风平 就是极为现实主义 他这个 他们以前就说 他这个人抢镜头 这个好 只要有看到镜头 他就跑过去 然后用飞派考虑 所以他们就那些助理就给他取个叫他说他叫Sum 就Sum他是Sumer 可是他叫他是Sum 就说表示他一冲就冲到那个镜头了 然后我以前在美国说他就已经他就是参议院参议院参议院 我们跟他接触过极为现实 极为现实 极为现实 那这因为有些机灭我不能讲 就是我我们都知道他非常现实一个 可是问题纽约的参议员 基本上纽约是华尔街大本营 就是说他基本上他的power base不是靠那些什么 这些啊 这个最主要power base就是这些怎么讲 他代理这些大财团的利益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那我觉得对中国来讲 他既然是现实主义者 所以是可谈的咯 对 而且他不会 他这个 他这个不太出国的 不太出国 不太出国 对 他在国内是要瞧利益的 这些参议员 他这种法案 他是绝对是把利益 自己的利益 政治利益 甚至个人私利 跟这大财产的利益 他不断的在这边 纵横百合的 所以他这次率团 在这个节骨眼去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蹊跷 应该是为了华尔街的利益 甚至说美国的这些 大的财团 大的制造业的公司 有请他这一团去 所以他这次去 他把他的声望拉得很高 他要去见习近平 那叫见习近平 二姿态拉得很高 一直在喊话 那我觉得 他是有交易 带到中国大陆去 跟中国大陆谈交易 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们应该 就是说要了解 美国这些 尤其参众议员的领袖 他个人背后 都有很强大的私人利益 那他这次会突然组团去 我觉得可能不是在执行 这个拜登政府给他的任务 因为现在美中之间 事实上你看这个高层的互动 已经非常密切了 不太需要国会的领袖再去 国会领袖再去 我甚至怀疑是他自己主动想要去的 那去的话我想就是说 当然了财政的问题 可能也他会 他也会这个也会讲 可是呢 我觉得华尔街的这些利益 然后甚至可能 很多美国的这个 比如说高科技业 事实上也赋予他某些任务 去中国大陆 所以大陆这个外交部 用欢迎 表达欢迎 你觉得就是这个人 其实应该蛮好瞧的是 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不太买国会议员的账 你知道为什么裴洛西这么仇视中国大陆 裴洛西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 大陆的六四天安门事变刚过之后 没几年 他跟着一群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访问团 跑到跑到这个跑到这个天安门 他们看四下无人 就抽出一张 他们自己私底下准备好的一个横幅 支持民主什么 拉出来 结果呢 他们已经被盯上了 中国大陆在天安门的那个秦志 冲过去 他手上的这个布条就抢下来 以后呢 结果就 裴洛西回来以后呢 你知道中国大陆对这一团的 美国国会议员采取什么样的对付什么 全部禁止入境中国 签证通通不许 中国大陆是不太买 这些国会议员的帐 所以这一次我认为中国大陆事实上还这么高调的好说欢迎他组团去 那这里面我认为就有蹊跷了 那Sumer应该也是去谈谈交易 这个人只谈交易 这个人别的都不干的 这个人就是非常现实极端 那我不愿意他讲他的族裔背景 不过他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 怎么一个买半级的 买半级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在看到中国外交部给他这样子一个正面的欢迎 也是觉得可能他有中间大家可以讲交换利益的部分 空间是存在的 而且回过头来以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地位 他可以对拜登讲得上话 甚至上对拜登来施压 印度先是这个最新消息 在大陆也是这个网友乍翻了 那十一是大陆国庆嘛 所以当然各外官要举行一些国庆酒会 那九月二十五号呢 大陆驻印度的这个使馆也一样 就举办了个国际酒会 国庆招待会 那当然邀请印度的各界人士来共襄盛举 所以立刻位接很重要 在这种场合 大陆微信公众号就注意到了 按照以往的惯例 中国大陆 对大国 所以印度应该会安排 至少是内阁成员级 部长级的官员来参加 但是这一次呢 安排了一个中级的官员 这个人 那这个人在七月呢 刚刚卸任印度驻台代表 他接下了这个印度外交部 东亚司的联密的这个职务 所以这个严老师 你看一下这个位接 虽然大陆很多民众 当然大陆外交部是没有讲话啦 但很多网民就觉得说 这就是一种羞辱 就是一种姿态的展现 对不对 压制你姿态上的一个展现 感觉非常不舒服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